天才剛亮 大批圓警聚集在 戲紙康告坑溪旁 因為有民眾在溪邊發現屍體 確認身分後 警方通知家屬到場 死者母親情緒當場潰堤 明明幾小時前還好好的 他完全無法接受 隔天早上再見面 竟然已是冰冷遺體 重回現場可以看到 橋的高度大概是在5公尺左右 一般人若是掉下去 頭部應該會受到重創 但這名死者卻只有臉部輕微擦傷 因此他的死因 警方還要調查 警方調查發現 死者穿著黑衣黑褲 衣着還算完整 加上頭部並沒有受到重創 因此可能不是失足墜橋 而43歲的何姓死者 平時無業 但事前完全沒有親身徵兆 而且母親說 13號晚間還看著他進房睡覺 隔天早上卻發現人不見了 通報邪詢 一小時後警方就打來告知2號 女兒的屍體已經被民眾發現 差不多6點9分左右 你都打電話說 有人就是躺在那個KR那邊 他說是有人看到 一覺醒來 相宜為命的女兒已成冰冷遺體 警方初步排除他殺可能 但究竟為什麼 女子會離奇的沉濕在潛溪裡 人事疑點重重 記者郭欣揚 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